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早8點多的時間 在油堂的高牆院高康國 就發生了一宗非常離奇地 有人從高處墮下的事件 上址是一個紀律部隊的員工宿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 就由高處墮下 倒餓在高康國對開的地面 救護員接報到場 證實該名的男事主當場不治 而他旁邊留下了一個深色的背包 警察就在他的背包找到一張地盤的工作證 而且亦有其他裝修工具 警察就說正在調查 該名死者的身份 以及墮樓的原因 與此同時 在網路上 就有一條片段封存 該段的片段 相信有一名懷疑是外傭來拍攝 他就拍得到當時 該名事主 是從高處墮下的情況 是非常可疑的 過程就更加令人感到是不寒疑慮 現在我們逐個疑點一起分析 首先第一點 根據該條網路封存的影片顯示得出 這一名事主首先是頭部 約出窗外 繼而是他的雙腳 最後才是整個身軀 達出窗外 然後就墮下倒地 到底是這一名事主自己慢慢爬出窗外邊 用他自身的力量 將整個身軀約出 亦或是有其他的助力 將他推出窗外邊 因為當時他的雙腳肯定是屈曲的 因為那個氣窗如果大家有看到圖片的話 有人就拍了當時事發的地點出來 其實就是有三個窗 首先就是中間一個大的玻璃窗 這個玻璃窗不能夠開啟 然後上下各有一個長方形的玻璃窗 下方的玻璃窗也不能夠開啟 而上方的玻璃窗也能夠開啟 那個女窗一打開的時候 其實就算開到盡 也是非常窄幅度 他要從該處約出是非常困難的 到底是他通過自身的力量 爬到這個高位 然後將自己的身體約出窗外邊 還是有人在背後推他出去 這個當然要調查一下 而且當時該名的事主 他是頭部向下 雙腿向天 很多網民質疑 究竟是他主動爬出窗外 還是有其他被動的力量 使得他發生這件事 當然是很可疑 第二點就是 該名的事主在約出窗外以後 似乎好像沒有了自主意識 而且好像自由落體 一約出窗外 馬上就撞向了 斜角的橫薄 即是樓宇的橫薄 好像已經沒有了意識 才跌出窗外 而且沒有任何掙扎 或者動作出現 當然這是令人有很多懷疑 第三點就是 我知道有些網民提出一件事 說究竟該名拍攝片段的人 是不是一早知道事件將會發生 而擺定的鏡頭 為何這麼巧 可以拍到整個事件的過程出現 但我對這種說法非常有保留 如果大家看過這段片段的話 從該名拍攝者的口音就得知 相信他是一個外籍容工 他當時估計是在做家務 他突然間察覺到 在他窗外對出的情況 似乎有人形的物體在動作 然後他開了手機 然後曾經呼喚 相信他是他的主人 叫做Leo 叫他過來看 可惜似乎沒有人理解他 但他已經打開了手機鏡頭 在拍攝的情況 我認為該名的疑似外傭在做家務的期間 察覺得到這場事件 一點都不稀奇 因為那個通氣的窗口實在太小了 該名的事主要通過一段長時間 才可以把整個身軀約出 不是幾秒鐘可以做到的事情 這個情境被疑似外傭察覺得到 有什麼那麼奇怪呢 是不是 而且 在這個事件當中 這個外傭 幾乎是唯一已知的目擊者 而他手機裏面所拍攝得到的那個片段 也是可以拿來 在法庭裏面當作證據的 而其他翻攝的人 是不行的 因為只有原片可以當作證據 所以不少網友都關注到該名疑似外傭 他的安危非常之重要 因為目前已知的目擊證人只有他一個 第二個就算目擊得到 到底有沒有看得好像他那麼清楚呢 或者有沒有拍攝得到這些片段出來呢 因為他基本上 就是幾乎跟該名的事主 是在同一個樓層那裏 所以是拍得很清楚 第四點就是 該名的事主如果真的要自尊短見的話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一層大廈 這個氣窗那裏呢 是不是 那個通氣窗口簡直就是 就是世無可世的 假如該名的事主 真的要自尊短見的話 為什麼要 捨意取難 選擇在這項大廈的該個樓層 這個通氣窗口那裏呢 是不是 他實在是有其他太多的方法 而且根據報導所說 這名的事主 並非紀律部隊的人員 他跟父親同住在九龍灣區 並非高祥園的住客 這件事已經令人非常懷疑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個位置呢 這件事就引伸到第五個疑點 到底該名男子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用一個什麼身份進入這項大廈呢 用一個什麼途徑進入這個大廈呢 如果他是通過地下的大堂進入的話 首先保安員 就肯定會察覺得到 這個住客並不是熟口熟面 究竟有沒有向他作出調查 有沒有要求他登記 進入的原因 或者是去哪個單位 這些就要看閉路電視的片段 究竟他是自己一個人進入 還是有其他人陪同他一起進入這項大廈呢 此外根據網路上翻攝出來的一些圖片顯示 該名的男子他穿著一件白色的T恤 黑色的外套 藍色的牛仔褲 而且是有系住皮帶的 而且還穿著一雙相信是安全鞋的鞋 在他的腳底就有一個深色的背包 如果有一個穿著這樣裝束的人 走進去一間大廈的時候 作為一個盡責的保安員 他都應該會查問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這項大廈的住客呢 或者你走進去這項大廈的時候 到底你是有什麼目的呢 因為那些住客其實都是熟口熟眠的 究竟有沒有這樣做呢 當然要翻查閉路電視片段 此外的就是 到底他 我相信就是從地下的大堂進入 才算 怎樣上到這個樓層 到底是通過樓梯自己走上去 還是搭乘升降機呢 如果他是搭升降機的話 究竟是他自己一個人搭升降機 還是跟升降機是有其他人一起呢 如果跟升降機又有其他人的話 到底在他出升降機的時候 是他自己一個人出呢 還是有其他人跟他一起出呢 這些就真的要閉路電視的片段 才可以 盡量爭取到查出那個真相 是不是 所以到底他會不會公佈這個片段呢 就不知道 希望有關方面 能夠開城報公 其實除了在這座大廈裡面的閉路電視以外 譬如也可以看看 到底這一名的事主 他是由什麼方法來 步入這座大廈呢 他是搭乘地鐵 還是搭巴士呢 如果搭乘地鐵的話 就可以有其他更多的片段 可以看到 他到底由什麼時間 什麼時候 其實是完全查得出來的 好了第六點就是 當時他墮下以後 他腳底就有一個背包 但是根據那個片段 顯示得出 似乎他約下的時候就沒有這個背包 到底是不是他先拋下了這個背包 然後他才跌下去呢 如果是的話 就更加是證實得到 那名拍攝者就可能聽到這個背包墮下的聲音 當然是啵一聲 很大聲的巨響 然後他就可能是察覺得到窗外有些東西 有些異樣 他就去看 到底這個背包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當然 最終都是要看一下這一名的疑似外容 他那個原片 我相信就不是那麼低清的 可能他就是通過一些 即時通訊軟件 比如WhatsApp 當他傳出去的時候 就會自動降為低清 希望他就有一個 高清的片段 是可以保存得到作為一個重要的證據 好了 最後一點就是 原來後來就有些所謂防暴的警察到場調查 似乎就比起其他有人從高處墮下的案件更加重視 根據一個網絡消息指出 這個消息是來自 Facebook的油塘之友專頁 他提到在下午接近2點的時候 在墮樓的位置 有接近20名的普通軍裝警員在場 當然是相當之大陣仗 以往那些墮樓的事件 一般都是很快就說是沒有可疑的 目前你要說 相信是調查當中 而該名 拍攝得到整個事件過程的疑似外容 他的安危就非常之重要 因為他是目前以之為一的目擊證人 而且他所拍攝得到的原片 就是可以作為證據之用 萬一他有什麼事的話 就沒有人再能夠通過一個正常的程序 問他拿得到那個原片 作為呈堂證據之用 希望事件的真相能夠盡快水落石出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